我们之前学过木炭燃烧 炭和氧气在点燃的条件下反应生成二氧化炭 这个用文字表示化学反应的式字叫文字表达式 但这个写起来还真是挺麻烦的 因为你之后还可能遇到更奇葩的东西 比如12水和硫酸铝甲 偏虫亚硫酸钠 无水和硫带硫酸钠的 那有简单的表示方法吗 别忘了化学式 用字母加数字来表示物质 炭就是C 氧气是O2 二氧化炭是COR 把点燃抄下来 把箭头改成等号 这个就叫做化学方程式 它是用化学式表示化学反应的式字 读作炭和氧气在点燃的条件下生成二氧化炭 有反应物有生成物 有反应条件 能传达和文字表达式一样的信息 而且看上去既简单又清爽 除此之外 我们知道化学式除了有宏观含义之外 还有微观含义 它可以表示一个碳原子 它可以表示一个氧气分子 那这个化学方程式还可以读作 一个碳原子和一个氧气分子 在点燃的条件下生成一个二氧化碳分子 另外我们刚刚学过的质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 反应物的总质量等于生成物的总质量 碳的相对原子质量是12 氧气的相对分子质量是32 二氧化碳的相对分子质量是44 12加32刚好等于44 12 32 44 其实是他们参加反应的质量比 所以也可以说成 12分质量的碳和32分质量的氧气 在点燃的条件下生成44分质量的二氧化碳 除了刚才的宏观意义和微观意义之外 这是化学方程式的第三种读法 从质量角度来说的 哇 一个小小的化学方程式竟然有这么多含义 而文字表达是写起来既复杂 而且只能宏观表示两种物质发生反应 所以以后就不写它了 全都写化学方程式 来 小瘦子 读一下这个方程式 乙醇加氧气在点燃条件下反应 生成二氧化碳加水 加你个头啊 错了 化学方程式中的加号 读作合 再来 一个乙醇和三个氧气 在点燃条件下反应 生成两个二氧化碳和三个水 这个也不对 物质是宏观概念 不能说个数 改成一个乙醇分子和三个氧气分子 两个二氧化碳分子和三个水分子 这才对 再给你一次机会 来 一克乙醇和三克氧气 在点燃条件下反应 生成两个二氧化碳和三克水 还是错的 这个系数表示参加反应的分子个数 并不是质量 说质量的时候 要计算相对分子质量 乙醇是46 氧气是32 三个氧气96 二氧化碳44 两个二氧化碳88 水是18 三个水54 正确的读法是 46克乙醇和96克氧气 在点燃条件下反应 生成88克二氧化碳和54克的水 来总结一下 用化学氏表示化学反应的氏子 叫做化学方程氏 这是它的宏观 悲观和质量三层含义 这么好用的东西 是怎么写出来的呢 我们下个视频见 咯咯哒 睡 无 背 通过 温